主料,土豆丝百克,辅量,油,食用盐,蒜,葱,制天椒,凉拌醋,集精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就是买回的土豆一个,土豆去皮洗净,洗净后切丝,用清水冲洗即便,把表面的淀粉都清洗干净后用清水浸泡,锅中烧骨开水,下套锅的土豆丝煮熟, 煮好的土豆丝捞出过凉开水片和捞出沥干,放入碗中加入红辣椒丝,葱末,蒜末,鸡精,凉拌醋,香油,搅拌均匀即可装盘,烹饪技巧 一,切好的土豆丝一定要用清水泡一下,这样搬出的土豆丝颜色干净漂亮,二超完的土豆丝一定要用清水振一下,搬出的土豆丝就不会软烂了,更干爽脆 健康提醒,吃土豆也有紧记得吃土豆,要去批吃,有牙眼的地方一定要捞去,以免中毒 切好的土豆丝破片不能长时间的浸泡,泡胎酒会造成水溶性维生丝的营养流失 买土豆丝不要买皮的颜色发青和发芽的土豆,以免龙葵素中毒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